首先,我在這裡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們今天是家長新知識系列的時間管理工作坊 我是亞建社心理服務專科防備小組的外展專員 我的名字叫做中年,我姓謝 再一次歡迎大家參加我們今天的工作坊 我們首先看看我們今天工作坊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的宣傳海報 我們就會知道我們今天的工作坊的目的 包括我們會講到時間管理的重要性、好處 我們也會提及一些方法和工具 但是除了這些表面的目的之外 其實我自己暗地裡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有我自己的盤算 為什麼我是答應搞這個工作坊呢? 因為我自己對於時間管理這個題目也很有興趣的 當然也有一點經驗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也知道各位的觀眾、各位的朋友 你們也很有你們的經驗和想法的關於這一方面 所以反過來我也很想在大家身上去學習的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工作坊會比較交流一些 會有一個互動性的 所以待會我會有一些問題問大家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不妨盡量回答這些問題的 另外除了我剛才說的那幾項之外 對於時間管理我都還有一些特別的想法 那這些特別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在這裡就先賣個關子 我現在就不說了 到我一會兒再繼續下去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我所指的 對於時間管理的一些特別的想法是怎樣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看為什麼我們要執行時間管理 這是有幾個好處的 如果我們是把時間管理做得好的時候 第一就是可以提高我們的生產力 這個生產力是包括無論我們真的有上班 工作上的生產力 或者是我們沒有工作的 我們在家裡家居的生活 都可以是提升我們的生產力的 那如果我們時間管理做得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是提高那個效率 效率的意思就是那個時間 就是說我們做事可能是可以用少一點的時間 就做到出來 那也都可以提升那個效能 效能就是指結果 那就是說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可能那個結果是會做得更加微滿了 那另外就是當我們想一想 當我們生活是紋亂的時候 其實自己都很不開心的 還有都會很懷疑自己的處事的能力 那不多不少一定會帶給我們壓力 那但是如果這一方面 我們時間管理是做得好的時候 就可以幫我們減輕我們的壓力 那所以情緒健康都是會好一點的 那當我們是時間管理是做得好的時候 就是說很多東西都是很organized 我們叫做組織得很好 很有條理的時候 自己對自己都會提升個自信心的 而得到有一些的成功感 還有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 那模型中可以提高我們的自尊感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就是大概中學的階段 那當時收音機有一個節目 那節目的主持人就說到 就是大家聽眾不如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的滿足感 在哪些地方來 那其中一位聽眾就說到 如果我把家裡撿得乾乾淨淨 我坐在沙發那裡的時候 我就會坐在那裡很欣賞 覺得很有滿足感 那當時我聽到這個說法 我都覺得很奇怪的 因為當時沒有這樣的感覺 年紀比較小 但是當我逐漸長大的時候 那我自己覺得 咦? 真是的 我都領略到這種滿足感 有時候看看自己家裡的情況 樣樣都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時候 看看的時候 都會自己覺得驕傲的 就是說我都可以整理得這麼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獲得那個平衡感 始終我們人生裡面 有很多範疇 我們都是需要照顧的 那如果我們那個時間 是分配得好的時候 就每一個範疇 我們都有分配到適當的時間 和關注下去的時候 我們人生就會有一個平衡感 那最後一點 就是能夠達到一個優質的人生 那什麼叫做優質人生呢? 其實優質人生的定義 每一個人都可能會不同的 我自己當然有自己的定義 那這裡都是在賣一個關子 那一會兒再說下去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看到 我認為的優質人生的定義是什麼東西了 那接下來我們又有些問題問一下大家了 當我睡醒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應該做什麼 或者應該先做什麼 那怎麼辦呢? 怎麼樣可以改善呢? 第二個就是 我自己個人很渴望自由的 但是到頭來又發覺自己的生活很鬆散 那如果遇到有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大家會怎樣處理呢? 大家可以隨便發現吧 喜歡說就說吧 如果我一早睡醒不知道想怎樣 那我就會看看外面的環境 可能自己還沒睡醒啊 這樣讓自己的眼睛休息一下 觀察一下大自然環境啊 這樣再思考一下 今天我應該要做什麼行程啊 這樣吧 謝謝你啊 這個答案非常之好啊 因為這個我想我就會這樣去演繹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就定一定神先啦 自己說得難聽點好像先回一回魂先這樣 看清楚自己周圍的環境啊 拿回個中心這樣 然後呢 先去再計劃看下下一步是怎樣做的 那其實呢 我們有一個方法呢 就是說 可以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呢 建立常規 什麼叫做常規呢? 常規英文就叫做routine 這樣 那其實呢 就是說 有一些事情我們是每一天都差不多要做的了 這樣 那時候呢 我們就是給一個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程序去做 那例如好像拆牙那樣 那我們每天早上起床呢 都會是自自然去拆牙的了 我們就不用想的了 不用想說我今天要不要拆牙呢 我什麼時候去拆牙呢 是不會不需要想這些的 那我們建立到這個常規的時候呢 就會做事就很暢順了 因為呢 你去到哪一步你就知道要做什麼了 那或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日常常的常規 那樣就是這樣的情況的 那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我通常呢 就不會立即離開床的 我就會停留在床上面 大概15分鐘 那這15分鐘做什麼呢 就正如剛才阿Liz所說的 定一定神 但是我定一定神的做法呢 就有一點點不同 首先呢 我就會檢查一下日曆 因為這些日曆呢 我就會寫下了 我每一天需要做的事項 那起碼呢 就真的回一回魂了 看一看啊 原來我今天有這些事要做的 那當中有沒有一些重要的 那我起碼有個心裡有數先啦 我今天要做這些事 那再跟著呢 我就是查幾個APP了 那就是WhatsApp Signal 啦 以及E-mail 這樣 那不好意思 我要寫出來 不是賣廣告 因為希望大家是更加明瞭 就是明白 就是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這三個呢 或者我統稱他們做呢 就是通訊軟件 因為 我自己在美國這邊 或者是海外 都還有一些親人的 那有時候睡醒一覺呢 都很想知道 會不會他們有些什麼的訊息 還要好 或者又不是很重要的 都想睡醒覺 先看一看 那樣 看看有沒有些事是要 即時要處理 或者即時要知道 那樣 那所以這三個呢 就是我比較著重的 我就會早上早就 第一時間就查一查 那另外呢 就Facebook 其實Facebook 我有兩個帳號的 那其中一個帳號 就是有很多朋友 我以前教書 我會有很多學生 就是我的朋友 但是另外一個帳號 就是我完全沒有朋友的 那個帳號 只有我自己一個而已 但是這個帳號 就是我每天都查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帳號 我就是加入了很多的新聞網 新聞網 或者是一些地區網 那樣 所以我就會查一查 就是初步有個概念 就是說 會不會有些什麼世界大事 或者是海外的事件 或者是美國內部 或者是自己住的地區附近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過 都想知道 那這個就是我早上 臨起床前要做的事情 那到了早餐的時候 特別是我上班的日子 我就會看一看一些新聞的標題 無論是電視上面的 或者是有時候我在電腦上 就立一立一些新聞的標題 因為要上班 那我就不會很詳盡 但是如果不是上班的日子 我就會比較看得詳盡一點 我就會看了新聞的內容 那對於新聞的內容 我就會去到午餐吃飯的時候 那我就會詳細一點看新聞 那在晚飯前或者後 如果是夏天的時候 就是那個日光比較長 我就通常是晚飯後 我就會出去散步 就大概是30至45分鐘 但是現在冬天 就是黑得早 那我就會在晚飯前 或者有時候都黑得早 我都會盡量用可能 下午吃飯的時間 小小的時間出去逛逛 那就是保持每一天 都是行30至45分鐘 那到了晚上 我就覺得 我要為家人 為工作的事情都完成了 那這個就完全是我自己 私人的時間了 那我就會做什麼呢 就跟朋友聊天 那有時候訊息 尤其是我海外都有些親朋戚友 那他們的時間 就剛剛就是他們的早上 就是我這邊晚上 那大家可以同步 有時候可以聊天 或者訊息 那就會選一些我自己喜歡看的電影 就是都是透過電腦去看 那看一下書 看一下YouTube 一些我自己喜歡看的題目 那更新一下 或者是檢查一下日曆 那而除了每一天的常規之外 我還會有一些補充的 好像我們吃的一些維他命C 我們有一些補充劑 我覺得每天的常規都沒有足夠 那所以我每個星期就會有些東西加強 那譬如好像運動方面 我覺得每一天行30至45分鐘 其實是不足夠的 那所以趁周末的時候 我就會找一些強度多一點的運動 那譬如走會走得遠一點 或者是去Hiking 去行山 或者是踩一下單車 那因為星期六日 那個時間比較優柔一些 那我會約一下朋友 或者家人 見面 吃一下東西 那樣 那我有宗教信仰的 那所以我星期日 我就會去教堂 那也都是利用一些比較 就是這些時間 我就會去上一些我自己喜歡上的課程 都是網上的課程 那最後一個就是清理一些物件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所叫做的大掃除 那譬如說我騙了每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 會全屋吸塵一次的 廚房的countertop 或者窿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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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旅行都是會在美國境內為主 但是也會計劃一下 有些什麼時間遷就家人 或者遷就工作的情況 比較是可以多幾天的 每年都會計劃一下這些計劃 因為我有宗教信仰 我每年都會參加一些零修會 在這裡我又想問一問大家 看到我這個常規的時候 大家看不看到其實我對於我的人生 或者我的生活的追求 其實這裡反映出我追求的三大方向 是三個單字來的 看看大家猜不猜到 三個大單字 對 三個大單字 就是我追求的人生的方向 猜不到呢?不要緊的 我立刻開猜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們建立這個生活常規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幫我們建立一些好的習慣 一些好的習慣 還有我們這些好的習慣 就能夠造就到我們美好的人生 對於我來說 我再強調 每一個人追求的優質人生 都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定義 而對於我來說 就是三大範疇 就是身、心、靈 這三大範疇 身就是指個身體 所以你看到我就說 我都會立入運動 每一天都有 每一個禮拜 都有的 心就是代表感情 就是我和我家人和我的朋友和社區的聯繫 就是大家交心 就是感情的交流 這個就是我自己所演繹的心 那靈其實是兩方面的 因為一方面我有宗教信仰 那個靈就真的講靈性 那方面 但另外一個靈就是那個智慧 所以你看到就是 為什麼有些朋友都笑我 我經常都看新聞 經常都很留意這些方面 我覺得就是我要知道多些對於這個世界 我要有多些知識 有多些知識的時候 就會激發到我自己會想多些東西 還有去追求 可能有些東西我不明白的 那我就會去找多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 就是在模型中能夠 就是觸動到我自己智慧的成長 所以對於我來說 就是身心靈的三方面的 足夠的發展 足夠的培育和滋潤 就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能夠幫助到我自己 去追求一個優質人生的方向 那好啦 那又有問題問大家了 那每天我們都要想三餐吃什麼東西 有時候又忘記了買了一些東西回來 又忘記了吃 又壞了又覺得很可惜 又很苦惱了 那我們可以怎樣改善呢 大家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儘量不要買這麼多 對呀對呀對呀 真的是的 那個問題是 有吃就可以了 放得太過濃的東西 然後又出去買東西 又看到這些東西又想吃 那又放了在面上 那很多東西就不斷越堆越後 這樣 你說得非常之對 就是說那些東西放得很濃在雪櫃 或者是沉了底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這樣 那些東西沉了底 就忘記了吃 那後來才拿出來 就發覺哎呀 真的太久了 就怕著又不新鮮 又不太好了 這樣 是啊是啊 或者會 再或者 就是我開 就是這陣子都養成了 冷一點啦 不要那麼密去買菜啦 那 真的清感 家裡的東西 才去買啦 是啊 是啊 那你也很好啊 我看到Alice都很有計劃啦 就是知道就是說 都一直點著數啦 就是說有什麼東西 這樣定時定後去買 那 其實我們有考慮可以這樣的 定一個星期的菜單 餐單 這樣 那每一天都定 早餐 午餐 晚餐 吃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定了一個星期 你自己又一目了然了 那就知道就是說 每一天呢 就應該是準備些什麼東西啦 那當我們定這個餐單的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每一次我們準備的時間要多少呢 那通常我們早上就比較平民的 尤其是我們有小朋友 要準備小朋友的早餐的時候呢 那可能早餐就可以盡量簡單些啦 那或者是之前那晚就準備好了 那午餐就視乎各人喜好啦 那我自己來說呢 午餐我都是盡量簡單的 因為要上班嘛 那又不太多時間 那所以就盡量煮些簡單一點的東西啦 那晚飯呢 就可以是煮得比較精緻一點啦 那有時候 那些東西都要多長一點時間煮的呢 那我就可以放在晚餐的時候 那為了避免呢 我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或者Alice 說的那樣東西 就是那些東西買了回來 沉了底啊 或者放得很入 都忘記了吃呢 其實我自己呢 在手機那裡 我是有一個食物存貨清單的 那就是說我每次進了貨 我買了些什麼 譬如我今天買了一塊牛肉回來的 我會寫下的 明天買了白菜 那我就會寫下白菜這樣 那所以每次我去準備那個 餐單的時候呢 我先看一看名單 那然後有個概念啦 譬如有些東西 買了一大塊牛肉 那我又不想連續三天都吃牛肉 那可能我分開它 我星期一吃 星期三吃 星期五吃 那我就把餐單放下了 那我就可以分開 又不會忘記了吃 那又 好了 剛剛三天就吃完了 那我就會這樣寫的 那我自己呢 因為家裡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都是三個大人 我和我先生和我女兒 那我女兒又不是經常在家裡吃飯的 那但是呢 我又要考慮 我女兒又不吃這個豬肉的 我先生又不吃魚的 那所以想的時候呢 就說我們三個人都一起在家裡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們三個人都一起在家裡的時候呢 有什麼東西是我們三個都適合呢 那所以在這裡設計的時候呢 就會想這些東西啦 那還有我剛才也說了 因為我自己的生活比較簡單 三個大人而已 那所以我就不需要用到一個 這樣的一星期的菜單 我直接把我 是要煮的那些東西呢 我就放在一個calendar 在一個日曆那裡的 那就是譬如說 我的日曆那裡我會寫 今天lunch 我就做魚啦 那樣 那樣 我的dinner 我就煮牛肉加白菜啦 那樣 那我就會在那個calendar 那裡 在那個日曆那裡 就寫了 好了 那又有問題問大家了 那自己的活動和家人的活動呢 就撞了時間 要臨時變陣 就經常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做得好些呢 改善呢 怎樣可以避免這個情況呢 儘量可不可以跟自己 可不可以跟家人再協調一下 看看我 譬如本來我今天約了人的 不是啊 之前不是說好了一起吃飯的 那樣 你又約了人 那樣 很多時候都會 會有一些 開始會有爭執 如果是各執一次的話 不是啊 我約了人 我很難推薦 那樣 自己都要 衡量 哪一樣是重要一點 究竟跟家人重要一點 還是究竟跟那個朋友 重要一點 不過 我多數會選擇家人先 是 Lise就說得很對啦 這個就是我們去處理這些事情 就是那些的原則 她說出了 那就是說 哪些東西重要一點 還有大家要協商 這個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可以是考慮用日力的 那現在我們很好 因為我們比如說 手提電話那裡都會有日力 那我們就可以把全家人那些 要進行的活動放下 然後就看看有沒有撞到 這個當然是說早一點的 預先要做的事情 那法國撞的時候 就好像Lise說的 那我們就衡量一下 如果撞這兩樣活動都撞 那我們應該去 哪一個活動呢 那比如說 家人是重要一點的 或者這個事項對大家都是重要的 那我們就做了各個先 那除了電話上面的日力之外 其實如果是家裡有小朋友 尤其是不大的小朋友 那我們都可以考慮用紙的日力 即是真正那些 paper 的日力 那這個就有個好處 就是當我們在日力那裡填寫清楚的時候 貼在多眼的地方 比如說雪櫃面 或者牆上面 這樣的時候 大家走過都看得清清楚了 那個時候 比如說小朋友知道 那個時候我要去學游泳 原來學游泳的時候 媽媽又會要做些什麼事情 或者之前之後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可能之後我又要趕去一個地方 媽媽 那我就知道了 那我游泳水 我都要快快快快 換好衣服 這樣跟媽媽一起走 那大家就會是清晰很多 還有就大家那個理解 會明白很多 那所以就可以是這樣做的 好了 那又下一個問題了 那忙了一天 就發覺最重要的事情都沒有做到 那可以怎麼辦呢 可以怎樣改善呢 看看可不可以當下可以做到 如果不行 就再安排時間 更好的時間 是啊 那很有應變措施了 那就是看一下這個叫做 執生了 立即執生 看看可不可以 就是有得變通 那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其實就是可以是 用這個to do list to do list 我就叫做辦事清單 那當然也是 我們可以是手提電話板 可以是在手提電話那裡寫下 或者是紙筆 我自己就喜歡用紙筆的 因為呢 那紙筆呢 我就喜歡用環保紙 環保紙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邊已經印了東西用過的了 但是背部還是乾淨的 那樣子 所以很多時候 我在信箱那裡 收到一些宣傳的單張 我不會扔掉的 因為我會留起 就是拿來幫我自己 用來做這個to do list 那一張普通 letter size 的字 我就大概剪成八個 八張 小小張 好像一張卡字那麼大 那然後呢 我喜歡用紙 為什麼呢 我給大家看一個版 譬如我寫下了這樣 我第一個步驟呢 就會是先做右邊那個 我想了我 譬如我今天 我要做的所有事情 我先吐出來 這樣 不要理會他哪一種急 哪一種不急 就吐出來寫出來 然後在最左邊 就畫了這些橫線 那這些橫線是有什麼作用呢 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這些橫線 我喜歡做完一樣東西之後 就剔一剔 哇 那個剔是很暢快的 因為自己很開心的 我搞定了 我搞定了 當你把紙剔了大半的時候 自己很有滿足感的 所以我就喜歡用紙筆這樣介 還有紙筆就是我放在桌上 這樣就經常都會看到 那這裡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作出來的 其實真的純粹 譬如第一 我就會寫打電話給媽媽 那為什麼打電話給媽媽呢 就是說可能我記得要 媽媽今天要去看醫生 可能上午 可能10點幾 11點幾 那我就要一早打電話 提他先 有些東西他要帶去看醫生的 我怕他忘記了 所以這個最重要 那我就第一 那第二就還書 第三就買手公子 第四就寄油包 第五就買菜 那這個一連串的 那幾樣東西就合在一起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一出街的時候 同一條路線可以做完 這些事情 全部做完 還有為什麼我放在二三四五這個位置呢 就是 只要早些小朋友上學 我就可以去出街去做事了 出街去做事了 那我就做完這些一連串的事情了 那到六和七了 六就交水費了 七就訂機票了 那這些可以在網上做的 就是用個電腦做的 那這些我就趁 我的小朋友回來了 下午 他們在家的時候 那我不出街了 那我就做這兩樣東西 那做蛋糕呢 相對來說 做又行不做又行的 那不過我有時間我就做 那大家開心點 又有蛋糕吃了 那所以我就放到最後了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說 我那個理念就是這樣 那但是呢 那無論是我們那些事情怎樣放 大家都記住一個原則 就是說 什麼時候都是重要的事情先行先 就是重要要做的事情先先行先 那所以就可以避免了我剛才那個問題 就說 忙了一天 原來最重要的事情 忘記了做 那因為你重要的事情 你排得前的時候 那多數你都可以有機會是做了它了 那其他的濕濕星星 例如我講的 做蛋糕 其實今天做又行 就算沒時間 就明天或者學日才做 那樣 這些可以退遲的 而且真的沒時間不做就不做 那樣 出去買也可以 那樣 所以就是我們把重要的事情先做 那樣 那出門口呢 先鎖了門 那先記起 咦?有些東西要寫下的 但是又不想再回家了 那麼麻煩了 那可以怎樣做呢? 我會記錄在我的電話上 是啊 非常好 那可以記錄在電子筆記簿 就是電話那裡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幫自己發電郵給自己 這個是我經常用的方法來的 我經常用的方法 那有時候譬如說 我都關掉電腦了 那才突然之間想起 咦?有些東西記得明天要做 那樣 那我就會發電郵給自己 或者好像剛才那樣的情況 我在街上 但是我記住有些東西要做 我就怕著 在街上走著走著街上又忘記了 那我就會發電郵給自己 那因為電郵 我都一天都檢查幾次的 那一看到的時候 譬如我發電郵 就是打電話給媽媽 我記得明天早 那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回家的時候 就在to do list 那裡 就寫下記住 就是會做回 那這個都是可以用的一些方法 那我經常要花時間 又找東西 又找這樣 又找那樣 又找車士 又找銀包 那當然是很浪費時間 那可以怎樣呢 怎樣做呢 最好就放在同一個地方 是啦 這個就是個標準答案 很多謝Alyssa 那就是經常要用的東西 都放在特定的地方 那譬如說 銀包我就是放在這個櫃桶的 車士我就是掛在這個地方的 那樣 那譬如小朋友要上學的jacket 那我就放在家門口的櫃桶 那裡掛在那裡的 那他們的書包就放在那裡的 那變了每次我們要用的東西的時候 就不需要到處找 那就是我們要用的東西 那就是我都是覺得 那就是我也是覺得 那剛剛Alyssa都說得很對 那就是我們不用太多東西 那就是我們用的東西足夠就夠了 那就是因為多一件物件的時候 你又要廢神去管理它 那所以就不需要太多的 那這個我們有個佛家語 就叫做《本來無一脈,何處惹塵埃》 你沒有那樣東西就不能惹塵 如果惹不了塵你就不需要去抹它 還有我有一個親戚 我聽過她說很有趣和很有用和實用 她有三個人在家裡 她兩夫妻有一個兒子 兒子十幾歲 她說她在出門口的地方有一個櫃 櫃裡有三個櫃桶 她說剛剛好一人有一個櫃桶 總之自己管理自己的櫃桶 譬如說我的車士 我放進去吧 太陽眼鏡就放進去吧 出門口要用的傘我就放進去吧 總之就不用煩了 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櫃桶 你出門口要用的東西就放回自己的櫃桶 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變成每人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東西了 下一個題目了 就說我經常講電話 但過了時又遲了去接小朋友放學 我可以怎樣改善呢 如果我這樣的情況 我就帶著頭套在學校門口在那裡聊 那就不會 是啊 是啊 我記得我們參加我們那些家長支援小組 我們找朋友都是這樣 她每次都有出席 她就是在等她的小朋友放學的時候 在車上戴著頭套在那裡 跟我們上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聊天 那就一定不會說過時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考慮 就是用這個鬧鐘 或者是計時器 那大家呢 現在很多地方都有計時器的 鬧鐘 通常我們用我們手機的鬧鐘 那手機都有計時器 那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我們的主食爐也有計時器的 我們的microwave 我們的微波爐也有計時器的 因為有時候我出了廳做事 或者吃東西的時候 那有時候怕有些東西過了 那我就喜歡用那個 就是廚房那些的計時器的 那有時候或者電話是放在房間裡 充電就不方便用 或者它響的時候我就聽不到了 那用這些鬧鐘或者計時器 其實又有 除了是提醒我們 就是說到時到後 有些東西我們要做之外 其實另外一些地方就是說 譬如我自己在那裡 計劃著一些東西的時候 但是接下來 我又要去接小朋友放學了 但是我設定了鬧鐘或者計時器的時候 那我做的時候 我就可以專心很多了 因為我放心很多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設定了計時器 我不會忘記的時間 所以就幫助我們專注 還有就是 因為我剛才說 我們會放心一點 我們放心一點的時候 也是幫助我們減低我們的壓力 也會有這些好處 那又到下一個問題了 我有自己的事情 已經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又要打理小朋友的事情 真是累死人了 那怎麼辦呢 要抽回自己的私人時間 是啦 抽回自己的私人時間 那除此之外 還可以考慮 其實有些工作可以分配給小朋友自己做的 特別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比如說綁鞋帶 穿衣服 拿些東西 收拾好一些書 收拾好一些玩具 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他們自己應該要做的事情 不妨是趁他們小時候就訓練好他們 他們自己做回自己的事情 那又自己可以鬆多一些的空間出來 那我就有一個經驗 就很刺激的 我記得 那因為我認識一位是牧師太太 那她是台灣 就是她在台灣住的 那她自己就有四個小朋友 那另外之後她還有很愛心 她就收養了兩個小朋友 那所以加上她有六個小朋友 那因為她爸爸媽媽在芝加哥那邊住的 那所以去年她就回到芝加哥那邊 就探望她爸爸媽媽 那又順便來探望我們 因為我當時住在芝加哥那邊 那她就帶了一個小女來 那在我們家裡就吃東西 那吃完東西 這個才是最精彩的部分 那我見到她的女兒 吃完東西之後很主動 自己就把自己的杯碟 所有的用具 就這樣很自然地拿回她的星盤 放下這樣 那我真的很印象 我覺得她媽媽訓練得很好 那就是說 你可想而知她媽媽自己有六個子女 如果她的子女不幫忙去做些事情的時候 你想想媽媽是多辛苦呢 所以那個小朋友懂得自動自覺 去做是非常之好的 還有這個做法 除了幫忙自己作為父母 可以減輕工作量之外 其實對小朋友都有一定的好處 因為他們自己做事的時候 其實就增強她的責任感 也增強她的自信心 因為其實我們大人都一樣的 有些事情我們未試過的 而我們做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的信心會更強 知道自己原來可以做到的 是吧 好像小朋友那樣 她有些事情她未試過 好像綁鞋帶那樣 她未試過 但她試了之後 她覺得自己做到 其實她是很開心的 她有一種自信心 還有可以訓練小朋友 就更加獨立 另外一個也很重要的 也都可以培養到他們的同理心 因為當他們都一起去做事的時候 她就會知道明白 父母原來是做家務的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辛苦的 是要付出的 這樣 他們就會有一份的同理心 也都可以在這些地方 培養到出來的 那麼小朋友的 如果我們真的分配小朋友 工作給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都不妨是有一張表 有一個chart 那麼列得清清楚楚 阿大做這件事 阿姨做這件事 或者每個禮拜輪流轉一轉的 這樣 寫清楚是有個chart 然後把chart 都是貼在家裡 很多眼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大家有些什麼責任 還有呢 令到小朋友 對於這件事 是有一些正面的看法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一些獎勵計劃給他們 譬如說 你幫忙做了多少次 這件事之後 那媽媽 爸爸就會帶你去動物園 讓他做的時候 有一個盼望 還有對於做這些工作 就有一種正面的感覺 好了 那又跟著下一個問題了 雖然呢 雖然呢 就是用了這個to do list 自己也都很自律地 有完成了上面的事項 就是想完成上面的事項 但是呢 仍然都不能夠完成表上面的所有事情 那怎麼辦呢 你自己也不開心 列了十樣東西出來 又不是十樣東西都做得完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首先裏表的時候 要衡量自己能不能夠完成所有事情 那怎麼辦呢 還有看看剩下的還沒做的 是否一定要今天做完 我會是這樣 是的 非常之正確 其實最重要是說 不要逼得自己太緊 是的 因為呢 我剛才都說過 當我們是寫to do list 的時候 最重要是把最重要的事情要先排 那在我們的時間容許的情況之下 我們已經應該可以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了 那其他的那些呢 就是做又可以 或者不做又可以 或者今天做不到 就明天或者後天做都可以的 那所以我們呢 不需要追求完美的 因為呢 我們要明白呢 這個世界本身則不是完美的 我們一定要接受這件事情 不要辛苦了自己 不要逼得自己太緊 讓自己太過緊張 這樣 要接受這件事情 好了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的方法呢 可以更換多些時間回來呢 或者找別人幫忙做事呢 那找別人又找些什麼人呢 好像你剛才提及到 我最大的家裡的幫忙都是我的小朋友 很多時候我都跟他說 幸好你們 你們 你們上學 我經常都掛念你們 因為 沒有了你們幫忙 但是 所以那些事情就等你回來 才幫我做 好嗎 Lis 真是很厲害 訓練得那些小朋友 就是他們的幫忙 就是他們的幫忙 那在這裡 我的表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多謝你提醒 其實有一些資源 或者人我都當是資源 可以是我們好好善用的 第一就是你的拍檔 誰是你的拍檔呢 就是你的配偶 那當然大家自己和配偶 都有不同的強項 和不同可以做的事情 譬如我先生這樣 你叫他開車送那些小朋友去哪裡 完全沒有所謂的 你叫他去買東西 買幾十斤米回來 這些完全做得到 沒有所謂的 那這些他可以做的 就盡量分配給他做 這樣就變成他可以幫忙一下 另外其實 當小朋友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都要看著小朋友 那是不是需要父母兩個 都一起看著小朋友 有時候也未必 譬如說 我可以編一些時間 譬如這一兩個小時 就是爸爸你幫忙看著小朋友 那我就可以free自己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休息一下也好 你看完之後 就輪到我了 我又看回小朋友 變成爸爸你又可以 有一點時間做你自己的事情 這樣 可以是用時間去分配那些的責任 那如果是這樣做 其實對小朋友和爸爸 都有一個好處 他們又可以有一段時間 單獨相處 那那個結合又可以做得好些 那第二就是家庭 那這個家庭 我是在想著就是說 很多時候 我們有些家庭都會有些長輩 譬如說 爺爺媽媽 或者是公公婆婆 我們有些朋友 可能都會幫忙 來 baby sit 那你的朋友 我們都有朋友的圈子 那我認識啊 有兩對夫婦 他們的做法 我又很欣賞 的 那是夫婦A和夫婦B 那兩個家庭的太太 她們很熟 她們是親密朋友 來的 因為她們 從小學一年級 去到大學 一齊都是同學來的 所以非常熟悉大家 真的很密切的朋友 他們各自都有小朋友 A夫婦 星期六會將自己的小朋友 送去B夫婦家玩一天 B夫婦也有小朋友 而下個星期六 B夫婦又調轉了 將自己的小朋友送去A夫婦家玩一天 無形中隔一個星期六 每一對夫婦都有全日自由的時間 他們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甚至是拍拖 大家都好 對小朋友也好 因為四個小朋友一走在一起 又可以玩得很開心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組織可以利用 例如課後的補習社 一些活動中心 例如他們去學一些不同的運動 或者活動 甚至乎星期日 有些就會送小朋友去教會 當然我們送了小朋友去這些地方的時候 大人便可以充滿一些時間出來 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對小朋友其實也有一定的好處 因為他們又可以趁機去學一些東西 又接觸一些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人物 對於他們人生的視野都是能夠擴闊的 也是有一定的好處的 另外就說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也不妨花點錢 請人幫忙寶寶自己的小朋友 讓自己充滿時間來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也是可以考慮的 除了以上所說 其實我也還有些東西想跟大家說的 我有說話未曾說 就是對於這個時間管理的 一些的看法 一些的原則 首先就是說 無論如何如何 盡量盡量 希望大家都一定是能夠做到 每一天最少留一個小時給自己 休息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也好 因為我們的手提電話 沒有電都要充電 都要充電 我們自己都需要的 這個小時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是能夠幫我們充電 放鬆 讓我們更加有多點的能量 還有去信心 面對每一天不同的挑戰 當我們是能夠有足夠的休息 有足夠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想的東西都可以想得透徹一點 深入一點 第二件事就是 Less is more 中文我叫做欣減得家 這個其實我想表達什麼東西呢 我以前就是未來美國之前就教書的 我教書的時候其實非常非常之繁忙的 因為譬如一天去到三點多放學 裡面是有八堂 其實其中五堂都要上課的 剩下的三堂 就是拿來做備課 改保 其實三堂是一定不足夠的 不足夠做這些東西的 所以很多時候是放學之後 或者回家 或者週末 要繼續做的這些東西 而放學之後有時候又要搞活動 或者是開會 又不是很用到的時間 那就吃飯時間 其實我集中想說吃飯時間 吃飯時間就是一個多小時 但是一個多小時裡面其實 不要預期一個多小時是全部的 真的可以自己用來做吃飯的時間 因為我們老師是不同的時間上課 所以有時候要開會 大家都會在那裡吃飯時間 偷一點時間出來 可能半個小時開會 另外好像我自己當時 也要訓練一些學生的那些朗誦比賽 都是要用吃飯的時間 因為平時學生又上課 自己又上課 所以斬斬起來 其實可能只剩下半個小時吃飯的時間 但是我自己就堅持 這半個小時我不在學校吃飯的 我一定出去外面吃飯 有些同事會覺得 我只剩下這麼少時間 我快快去學校吃完飯 可能兩三 用十五分鐘左右 快快去爬了 又再做一些東西 改一下補 我自己就不喜歡的 我堅持一定要離開學校 出去外面吃東西 或者是逛逛 最重要是逛逛 可能經過一些布設就去看看衣服 看看不同的環境 或者去一下公園 走一下看看花草樹木 因為 我講得很少一點 就是說離開傷心地的時候 自己就忘記了那裡傷心的情況 其實當自己這樣變換一下環境的時候 好像我們那些電腦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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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樣走去雖然是短短半小時 但走完回來 再下午上課 是完全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 真的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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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電腦 所以我的欣感 less is more 就是這樣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自己也要偷一些位置 當我們自己壓力很大 真的很苦惱 不妨出去外面逛一逛 就是你自己偷渡時間 出去外面逛一逛 轉換一下環境 回來的時候 自己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點就是 無論自己多忙都好 一定要先考慮自己身體的活動 人生是一場馬拉松的競賽 當大家還是年輕的時候 體力很好 但是你要想一下 可能到你年紀大的時候 你在年輕的時候沒有足夠的鍛鍊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都堅持 就是我真的盡量天天都去走走 鬆一下肌肉、筋骨等等 因為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做 有些事情到你年紀大的時候 是做不了的了 就是回不了頭 所以自己身體是最重要的 還有我們自己身體能夠保持得好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對身體好 對身心也有一定的好處 自己都會開心一些壓力少一些 所以記住一定要給自己多些時間進行 physical activity 就是一些身體的活動、運動的方面 另外就是 一定要有足夠的睡眠 不要因為事情忙、多、弄到自己就不夠睡 我們有一句說話就是說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因為其實我們長路漫漫的 我們的人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休息 才有能量再繼續走下去 我以前有一個同事跟我說過 我不夠睡那一天 我就很煩、很躁 而且脾氣就很差了 我想其實很多人都會是這樣的 你一不夠睡的時候 你的脾氣就會變差了 其實身體都告訴你 就是說其實你這樣對待自己的身體是不對的 所以為什麼搞到你脾氣差呢? 其實都是給你一個訊號 告訴你你不要這樣對待自己 你要對自己好一點 要有足夠的睡眠 下一個就是花開堪節直需節 就是說當花開的時候 我們要摘它就摘它了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當我們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把握那個 很準確地把握時機 我記得以前有一位歌手就叫陳美玲 她後來就嫁了去日本的 她有三個小朋友 我記得我聽她說話就說過一次 就是說當她在廚房煮東西的時候 如果是突然之間下雨的時候 她會放下手頭上面的雨 帶幾個兒子 這些兒子當然年紀比較小 出去玩雨 玩雨水 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那些雨可能下一會就停的了 是不是? 或者那些小朋友 她是幾歲大 她才有興趣玩這些東西的而已 你叫她二十幾歲人還去玩雨 她避都避不及了 已經沒有了那個時機了 所以就要找那個時機了 我記得我以前就是住的地方 就是當我兩個女兒小一點的時候 就是說讀小學的時候 我住的地方就走過有一個地方 很當風的 很大風的 有時會很大風的 那走過的時候我就會和他們唱 關正傑的一首歌 就叫做一點燭光 因為其中有一句就說和風對抗 不斷地唱和風對抗 那到現在我都還想起 就是說當我們唱這首歌的時候 兩個女兒就笑到卡卡聲 我想吃了那些風 不斷大聲在那裡笑 哈哈哈哈 那樣 是很開心的 那如果我們當時不是在捉緊這個機會 有風的時候 和小朋友這麼小的時候 有個樂趣去玩這些東西 我們不在捉緊這個機會的時候 過了就沒有了 那樣 那所以我們要在捉緊好的時機 那另外就是當你的小朋友在家裡的時候 你要將整個人交給他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我覺得 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兩個女兒現在已經大了 那當我再回顧的時候 那我也有點酸了 那所以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大家想想我們作為父母的 子女是我們的心肝寶貝 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或者是吧 但是很多時候都真的是最重要的人物來的 那還有當他們年紀小的時候 他們就很依賴我們對他們的照顧和關懷 那所以當小朋友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真的寧願將我們要做的事 在他們還沒回來家裡的時候 搞定了 那當他們回到家裡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的 attention 所有的關注就給了他們 聽聽他們說學校的東西 認真地聽 他講到某個同學的時候 那就是有些回應 說回他們的同學 原來你應該跟我這樣這樣這樣的 那將我們的關注交給他們 因為在他們這個時間 是最需要我們送給他們的這份禮物 到他們再大一點的時候 他們去到讀中學的時候 我想我們都經歷過讀中學的階段 那就會朋友是大了 最重要的了 是不是 那待到再大一點拍拖的時候 就是我們那個伴侶最重要的了 那所以都是這個時機 他們僅僅這幾年的時間 小的時候 是很需要我們給他們的愛 所謂的關愛 那我記得就是 我有一位的舊同事 那他就跟我說 他跟我說的時候 其實他都是中年人 都四十幾五十歲的 他就說 當他中學讀書的時候 當然都為了考試 都經常都要開夜車 那他就說 每一次開夜車的時候 他媽媽就沒有說什麼說話的 但是就一定坐在他旁邊 就在那裡積冷衣 那他這樣說就是 我現在回想起 我知道我媽媽當時應該是故意 坐在那裡陪我 那你想一下 作為一個人 他去到中年的時候 都還經常回憶回他媽媽 就是這一方面對他的關懷 那你想一下這個力量是多大 就是父母對子女的關懷 對子女的愛 原來是真的影響他們一生的 是給他們一個 很溫暖和很甜蜜的 一世人的一個回憶 所以我們在這裏可以多著眼一點 那這一章 那就是我看過一個說話 可能很多人都有聽過的 就是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麼東西 最後就是成為你這個人 You are what you read 你看什麼東西書 你看什麼東西看物 那最後就成為你這個人了 最後第三句 You are what you did 就是我作出來的 那就是說你做什麼東西 就最後成為你這個人了 那為了押韻 我就用了 did 就不用 do 那其實這裏我就是想表達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句很老套的說話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24小時 但是這24小時怎樣運用 就完全是你自己個人的支配了 那譬如你在人生裏面來說 有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呢 你的 priority 你的優先是會是什麼東西呢 那如果每一個人的優先都是不同的時候 最後出來的你就會有你的特色了 所以這裏也都是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這裏我在這裏祝大家 就是家庭幸福和生活愉快 那家庭幸福生活愉快這八個字 我想大家經常都會見的了 但是我想大家就再深刻些 去想一下這八個字真正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家庭能夠很幸福 全家人都很幸福很開心 生活很愉快 我們的身心都很愉快 那最重要的是要知道 這八個字我們不是這樣就這樣去祈求 希望就是說好像中獎一樣 這樣我就得到了 其實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可以積極自己去建構的 我們自己去創造出來的 去製造出來的 就是看一下我們將我們的時間 將我們的精神是怎樣去分配 怎樣去擺佈 怎樣去設計 這樣 那好了 那我要講的部分就差不多了